第二条 明定什么 备战打仗 依法精准 高效地 征集高素质的兵员 所以不但要征兵 要高素质 怎么样的高素质呢 我们来看 要提升军事经验水准 怎么样高素质 怎么样提升经验水准 好 注意咯 以大学生为重点来征集 大学生为重点 他要特别强调科技呀 AI呀 大家知道现在的战争形态 跟过去也不太一样 不是都是无人机吗 无人机的低波打击 可以有效地避免伤亡 这就是AI 这就是科技呀 年轻人最擅长 所以是以大学生为重点 有没有 扩增兵员的方面 年满18岁男性公民 第一次兵役登记 女性也可以 还有这个也很特别 老兵 老兵的经验值也很 也很值得借重 退出现役的士兵 如果本人愿意 而且符合条件 可以批准再次入伍 有没有 老兵欢迎你 重回到军队的队伍来 还有大学生 年轻人 懂科技的 理工的 懂AI的 欢迎进来 在战时征集的方面 都放在第64条里面 根据需要可以重点征集 退伍军 补充到原来服役的单位 或是同类型的岗位 因为老兵过去经过训练 他们有丰富的经验 这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精神 这个高效的征兵 要依法要精准的 要提升水准 是不是 所以细节在这里 但是这个东西在此刻 中美台 台海的紧张局势当中 当然听到 很多人就觉得很敏感 日经亚洲立刻报道说怎样 说这是恐为台海冲突 做准备 为台海冲突做准备 好 你看到没有做卫星 网络 无人机战争 都是新战争形态的一个准备 那在这个年龄的部分 2021年修订的兵役法 把新入伍的年龄从22岁 提高到大学毕业的24岁 研究生的26岁 但无论如何怎么修 在5月1号实施的 新的修订之后的征兵工作条例 在国际间引发了极大的讨论 讨论的焦点有好几个 第一个就是符合 现在的新战争形态 那第二个 尤其西方媒体就会想 第一个 是不是你的兵源不够 对不对 争不到兵 所以现在要这个扩大争兵的概念 那第二个大家会在想 大陆现在推动一胎化 也已经30年了 很多家里面都是 我们叫独生子 大陆的用语叫独苗 你不要说大陆 我们台湾不是也是吗 台湾当然是自动一胎化 你到这个小学里面去看 一个班上独生子女的 大概占到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左右 所以其实万一有这么一场 台海战役的话 两岸独苗上战场 是不是这个概念 愿意吗 前国大代表黄鹏孝说 他在大陆网路上 看到一篇文章就说 发生战争 我是不会去的 大陆网友表态 我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 谁爱去 谁去 反正我不会去 我不让孩子去 因为一胎化 你不要说一胎化 就算家里面两个三个 每个都是宝 你会愿意孩子上战场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要说台湾大陆举世皆然 不是如此吗 我先请委员谈一下 你怎么看待这个 征兵工作条例 5月1号上路之后的西方解读 西方的解读 只有两个字可以来形容 紧张 西方真的是很紧张 其实 这个谈不上是大陆要扩大征兵 大陆的军队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算 他的军人的数目 一定全世界最大的 他有个特点 他今天放宽这些条例 扩大征兵 用什么 要把他的军队的兵源的科技化水平 往上提好几个等级 你知道美国的军人平均教育水平 大概就是高中没毕业的 真的 是高中没毕业的 大概是高中那一两年 那个是美国军人的平均水平 那大陆可能有建议词 就未来要使用的各种科学的工具 科学的武器 科学的知识越来越多 没有大学生的话 可能这方面是应募起来会比较吃力 特别是有很多 你看俄乌战争就好了 俄罗斯军人实在有过土 连个无人机都不会用 现在才学会用 学那个不是很难 尤其是大学生更容易上手 那现在你看也花了将近半年才学会 战场上的比较科学化的武器 只有无人机吗 不是 所以大陆正在提高他解放军的科技水准 那如果解放军不只是人数多 科技水平又高于美军或 简单讲他早就高于台军了啦 我们台湾军方不用比了啦 我们那个当将军的人 那个几率 什么打中一颗70% 三颗就超过214% 我们都培养出这种姓鱼的将军 你知道我们的水平有多低了 还有什么南宋北宋是对立的国家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当时是怎么教的 问孙教授 所以我们培养出来将军水平都是这样子的 大陆现在在大学生里面广泛的 而且找的是数值高的大学生 不是数值低的大学生 不像那个台湾那个什么 18分上大学的 不会的你放心 那这个 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军队 那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军队 这不用去怀疑啦 至于所谓前国大代表黄彭孝 我也不太想讲他 因为他是在台湾 以前是你们亲民党的朋友嘛 整天在唱衰大陆 奇怪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唱衰大陆 越唱大陆越强大 越唱大陆GDP越高 他只能把他的专业知识 去卖给3D电视台 要比较实际 那你相信他你就是笨蛋了 没办法 至于这个 他所谓征兵工作条例 5月1号执行 我一点都不担心啦 我好像跟大家讲过 就是2014年我在 清华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 不是台湾那个清华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 他有个征兵广告 那个征兵广告 我就很好奇 清华大学 你这个解放军到清华大学来征兵 会征得到才怪 不要说是独秒 都是各省的状元 你约北京清华大学 你如果没有在个省里面 那个什么高校什么 有名的状元 你进得去清华大学啊 门都没有 清华大学有个好处 不讲你背景 一看以成绩来论 你不要跟我讲像台湾的什么 什么你会跳舞啦 或干嘛就可以上去 或会会KTV唱歌这个啥 没有这回事 一定要成绩很好 会去当兵啊 好不容易混到清华大学 还是当兵 很乖 我是怀的一个 一个很陌生的感觉 我想说他比如说下个礼拜一开始 还征兵 零期征兵五天 我礼拜一刚好忙 我礼拜二去 礼拜二去 哎呀 果然那我猜中了 门可罗雀 只有看到一个孩子在那边填表格 那我想才一个人来登记而已嘛 我就很好奇的过去问问工作人员 哎 现在总共你们招收多少 忘了他跟我讲了两百个还多少 我说 那你们招生的结果怎么样 昨天上午就报名完毕啊 他是来补证件的 我听到傻眼了 全员额满啊 全员满 一个早上全员满 对啊 那有什么独秒不独秒的问题啊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2014年 2014 对 现在更不用讲了 现在大陆那种民主情绪 有没有 更广泛 没有黄鹏孝担心 你要担心台湾 对不对 什么这问题 我儿子都去当兵了 当国王部问我 说委员哪拍我马屁啊 你儿子当兵 我们是不是安排比较好的 我都不用 不用 就照一切正常规矩 然后他去晒得蛮多黑黑 像个小黑炭一样 他妈妈就 我把鼻涕霸 因为我儿子不晒 男孩子就是要这样 我当年不这样 那问题人家小孩看到林非凡 没有心理不平衡吗 对不对 他台独我不是啊 对不对 他说的 我儿子就应该去晒得 他在这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